在一周前的亚运会决赛惨遭队友王强横扫之后,张帅带着连续负泻几天的糟糕状态来到法拉盛,遗憾以一名之差错, 十种子千位的天津姑娘,首轮就抽,到了到十五选手穆古拉扎,这么多年来令人费解的是只要张帅没能在大满贯获得种子席位,首轮一定会遭遇竞敌,这样梅云估计他也已经习惯了,实力稍勋的同时,再加上身体不适,张帅首轮被西班牙姑娘横扫出局,本赛季的四大满贯单打表现依旧感人, 仅在凹网和法网首轮各取一胜,可东方不亮西方亮,本届美网依旧三线作战的张帅在女双和混双都迎来突破,就在昨天深夜的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,张帅和皮尔斯挑战二号种子,梅里查尔和马拉克组合,场上的四位球员除了张帅,都是已经在双打赛场,打拼多年的专家,都是大满贯级别的双打选手, 皮尔斯和马拉克都曾来到过南双世界第一的位置,梅里查尔在今年温望也首次闯进大满贯决赛,所以这场对决张帅应该是轻松上阵,毫无心理包袱才是,首盘二号种子组合,展现自己高超的双打击战术,六杠三线下一场, 张帅和皮尔斯在第二盘才跟上对手节奏,并在第十二局,迎来了班平比分的八球胜扒局,但皮尔斯往前下手不够果断,尽管底线和马拉克的对抗中,不落下风的张帅,也未能挽救局面,被对手拖入抢七,抢七大战中,马拉克梅里查尔先生夺人,取得四比一的领先, 并在随后拿到连续三个赛点,皮尔斯用连续两个发球,挽救了颓势,张帅出众的底线能力,也给皮尔斯的往前带来机会,他们在抢七中,化解了对手的四个赛点把比赛拖入抢十,挽救赛点的剧本还没有结束,枪十七比四领先之后,皮尔斯连续的几个失误葬送了好局,被对手连下六分,并且又要面对两个赛点,张帅在此时, 再次站出来发挥奇效,对手赛点的关键时刻丝毫没有手软,再次挽救连续两个赛点将比赛带入高潮,随后又抓住了第一个冠军点机会小分11-9拿下,这出深夜大戏,以张帅组合的胜利告终,张帅力满狂澜的表现,在三位双打专家中显得格外惊艳,这个四强创造了张帅在大满贯的最好战绩,虽然要加一个定语混双, 但对于本届美网中国球员表现平平的情形下,张帅目前女双八强和混双四强的成绩已经让人惊喜,今年美网赛场仅剩的一位金花还能再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吗?来源,网球之家作者,何杨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